好 這一題提到製酒發酵過程中 產生過濃的酒精可將酵母殺死 那無法繼續發酵 所以經發酵釀造的酒類含酒精濃度最高不會超過20% 但是若將釀造酒經過蒸餾 在冷凝可收集到酒精濃度70%以上的烈酒 那何者不是 在像素蒸餾裝置所必須使用到的器材 好 所以這一題要問同學們的是蒸餾的裝置 好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蒸餾的裝置喔 那蒸餾的裝置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原底燒屏 好 那他是有帶側管的 好 那這側管待會我們要去接到能靈管 這是因為能靈管 那能靈管還有一個內管跟外管 好 還有內管跟外管 然後外管的話是 能靈水 要充滿能靈水 好 那能靈管的水流的進出方向是 下進向出的喔 好 那在蒸餾屏的部分 上面瓶塞 好像有孔 然後要放溫度計 然後這個溫度計是要測量蒸氣正要冷凝時候的溫度 好 那這個就是你要分離的蒸餾 釀造酒 好 釀造酒 然後底下會有一個加熱的裝置 好 然後去加熱 然後最後 經過能靈管下來的要有一個 收集能靈下來的液體 好 收集能靈下來的液體 好 所以 他這裡說 不是在蒸餾裝置中必須使用到的 器材 好 所以 冷凝接收瓶 有 這個有 好 蒸餾瓶 有 冷凝管 有 陶瓷漏斗 在這邊好像沒有看到 好 那熱源的話是 有的 好 所以 同學們要在複習熟悉一下蒸餾的裝置 有哪一些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是給你的答案 依據題目的敘述 蒸餾過程應該將釀造酒盛裝於蒸餾瓶當中 好 並熱源加熱 然後收集蒸氣後 用冷凝管 冷凝氣 加一冷凝 好 然後 冷凝接收 氣或接收瓶 好 來收集冷凝下來的液體 好 那這一題就是這個樣子 問題在接著 雲 急 還原 污 雲 雲 雲